好 這個勵志之所在的時候 到底有多少的鬼故事 會不斷地發生呢 我們這邊當然是警示箴言 先請Eddie跟大家講 利益商人的案例 你也看過不少 是的 我們都知道 政府這幾年都很努力 在推都更 那其中都更最常發生的 就是臺北跟新北 那我這個個案是一個 新北市的一個案子 那他是一個年輕人 他有一天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拿出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他全家府的照片 裡頭除了他之外 有爸爸媽媽還有哥哥跟姐姐 然後他拿給我呢 他先給我看 他說老師你幫我看一下 我家人是不是有一些狀態 他講的狀態就是說 是不是有一些外來的能量干擾 然後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發覺他們就是大合照 然後呢後面有一個白色牆壁 白色牆壁有籠罩 一個黑色的那種陰影 我說你家人一定有被干擾 那有可能是風水上的問題 我那時候也這麼想 他說那這樣子好不好 老師你早一天到我家去看看這樣子 那我說好 那我就跟他約了 然後就去直接去他家去看 那去看了之後 我發覺很確定 就是一個外力干擾 然後我就說 我就稍微點出他們家 因為他們家是一個透天錯 一到三層樓的透天 然後是兩棟黏起來的 然後他那時候才慢慢跟我講 他說是這樣子的 一開始他也覺得應該只是偶然 可是呢在半年之內他發現 第一個他爸爸的身體 發現有那個肺癌癌症 然後第二個媽媽呢 這半年內呢恐慌症發作 那哥哥呢 半夜喔 因為憂鬱症會在房間裡 就是走來走去來回走 然後姐姐的話呢就是生理期呢 開始變得非常的不順 那一開始講說 可能是只是剛好身體健康 可是他的朋友就提醒他 你有沒有發覺有問題 不太對勁 為什麼你的家人 都同時在半年之內 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他就開始在細細回想 他發覺說 對 他發現說 第一個他們家的這個二樓的陽台 會有那種黑色的 像那個那個我們講 黑豆的那種東西 可是到底是不是黑豆 他也不知道 就是那種燒焦的 然後呢每隔一段時間 陽台清理完之後 一段時間就又發現那種黑色的豆子 然後最匪夷所思的就是 他們家那個透天廚外面的柱子 會有那一種黑色 像黑褐色像血的那種東西 天啊 對 重點是會有很濃的那種臭味 那種好像腐敗的那種味道 而且依了在清理完 隔幾天之後又被那個嚇 然後我就說那這個典型的 也就是你下福啊 那你想一下發生什麼事 他就仔細想 他說那會不會有可能是跟 五年前有建商要來他們家 就是都更的事情 希望他們家能夠都更 但是因為他們家那時候才剛裝潢完 所以就拒絕 然後因為這幾年 他那個建商他也聯絡 他們那個家附近的里長 希望里長來說服他們 那因為剛好里長他們也是很在地 他們地方也是有權有勢的 也是開宮廟的 所以那個地方的那種派系都很堅固 那也不斷的勸他們 那也是 他們也說真的沒辦法 不想配合 那也在這半年之內 家裡就陸續發生的這些被潑 潑這種不明的議題 然後被灑東西 那我就說那你要不要裝個監視器 來錄 那我說好 那我那天我就幫他做完一些 保護的儀式的時候 他就拍拍我肩膀說 你看一下旁邊有一個人在看 他我就看 我說那是誰 他說那是他們里長在看 看我在那邊做儀式 然後做完之後 我就說你放心 應該短時間內沒有問題 然後呢我後來回去之後 然後呢我就 他有一天就跟我聯絡 他說老師真的有拍到東西 他發覺就是半夜 有人戴那種黑帽子 然後在他們家附近 就是潑那個髒水 然後又在二樓撒那個東西 然後呢是從那個 宮廟的方向走過來的 就覺得很人性 真的是還蠻黑暗的 我們是有辦法去避免這些 什麼服務的侵害嗎 基本上如果要避免的話 第一個重點就是 當你發現你身體注意力 開始不集中的時候 那持續一段時間的時候 那你就要稍微先注意 那還有一個部分 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很準的就是你的夢有連續性 譬如說你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的夢 它是可以連繫一個故事的 那這百分之百是有問題的 我也有 你們兩位 如果說譬如說 你常常故事劇情 它就那個那種情況 那就有可能 被攪擾了 被被攪擾了 因為一般我們夢 都是屬於生活的壓力 如果說你是那一種 重複的 那可能還好 可能工作壓力 但是如果像劇情一樣發展 每天會變新的 每天都有新的劇情 它是連續的 連續劇 對 就是你今天的夢 接續昨天的夢 不會 對對對 那一種就八九不離世 第二天在夢裡 還會想到說 我昨天夢到哪裡 今天繼續 對 會有連續劇情 我在心裡有這個意識 我在睡覺 追劇追多了 對 OK 好 要小心一下 好 我想馬律師 你遇過 我們說到七十歲了 兩個夫妻到七十歲 哇塞 這麼難得的婚姻之路 竟然還鬧離婚 這我第一次遇到一個七十歲的夫妻 小孩都大囉 也有阿嬤 也知道阿嬤公了 那竟然要離婚 我就一頭霧水 我說為什麼要離婚 這位夫妻大概結婚四十年了 老公都在外面忙 賺錢 然後老婆都在家 然後就帶小孩 不缺錢 房子也有 然後小康 孩子也大了 孩子也大了 也沒有什麼吵架 後來老公退休在家 退休以後到家裡面 每天跟太太相處 太太才就開始唸 唠叨 然後就問你早上去哪裡 晚上去哪裡 中午去哪裡 然後吃飯 什麼東西沒有擺好 然後沒有碗筷 沒有洗地板 就開始一直唸 唸一整天 唸完以後就開始嫌他 嫌老公在家裡面如何如何 嫌完以後開始就 脾氣一起來就丟杯子丟他 那我後來那個老公 七十歲體力很好 精神都很好 後來才發現 後來他老公才發現說 我的老婆好像不是我老婆 就是當他退休以後才發現 這個好像不是我 我認為的那個老婆 然後才發現說 這樣不行 這樣生活下去 你想我們七十幾歲 再這樣下去 我看命會不見了 那樣子精神狀況 你跟他搞的話免疫系統掉下來 那甚至當他決定要離婚的時候 一直講給老婆聽 老婆不相信 我說老婆跟我一樣 我們七十幾歲 四十幾年的婚姻 你覺得說離婚 你這個說三個 老婆就開始懷疑 老公是有小三 就開始猜疑他小三 我說七十幾歲 哪裡來的小三 我然後 不會啊 七十幾有可能啊 七十幾歲的小三 這點是沒證據 OK 沒有證據 後來他們在訴訟過程 我也跟老公談過 我說你們到底什麼問題 都年紀那麼大了 對不對 他說真的不行 活不下去 他說活不下去 為什麼活不下去 就是那個整天的精神壓力 活不下去 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兩個夫妻在一起四十年 不見得會真的瞭解對方 你們有些東西其實是在逃避 譬如說我每天早出晚歸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其實他們之間是沒有互動的 根本不知道老婆在家裡面 人四十地屋是如何想要去 去互相 就是他的意識住行 並沒有交集 你知道嗎 這四十年其實梳理很久了 對 梳理很久 等到他們真的退休以後 才開始重新認識 才發現夭壽我 我這沒辦法 我沒辦法做 真的沒辦法 後來我才開始 體諒一件事情是說 那我跟我太太的婚姻 兩個相處到底是 到底是惡性的刻意忽視 還是良性的互相在改善 你就發現說 一舉老夫老妻 夫妻之間在相處 很多我說良性是 良性跟惡性兩種 惡性是不斷的累積 不斷累積一直累積 一直放在心裡面 然後沒有去改善 然後有一天就爆發起來 才發現出 這個人我不認識 那有些是良性的 了解彼此之間的關心跟嫌棄 然後我互相慢慢去改善 其實這就是不同的 兩個婚姻不同的方向發展 有些很快就結束了 有些會撐到七十歲才去離婚 再爆發 看到那個官司我也嚇一跳 他很堅決 非常堅決 後來離了沒 法官也勸 大家都勸 老公堅持 還是堅持 我就說算了 堅持就算了 因為我覺得年紀大了 不要勉強他做一些 他不舒服的事情 再活也沒幾年了 你還要給他搞成 真的 就這樣 我就說趕快離一離 我也趕快勸一勸 趕快離一離 只要財產上面 沒有大的真辭 而且也不要讓小孩子 跑來作證 因為你說小孩子四十歲的小孩 跑來作證 我爸爸我媽媽 誰對他怎麼樣 那個講的就很傷感情 就過自己想過的日子 後來我就勸他們 算了 財產不是問題 人世間真的充滿了 很多的鬼故事 我們能夠做的只能是 不斷地強壯我們自己 讓我們處於正向高能量 就算不能夠擺讀不清 但是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辦法去 面對這一些鬼 然後把自己的這個人 活得越來越好 那最重要的是 當然我們要提高 自己的價值 記得可以把自己 好好的寵壞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 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 我們有很多獨家的 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 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 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